五逆焚天 第九十一杠一百章 作者 风橘子 五逆焚天 第九十一章 如毛饮血 左风身在树洞之中盘膝打坐 随着灵气的不断吸纳 他的面色也渐渐变得红润起来 但身在修炼中的他 依旧未发觉 危险正向着自己悄然临近 正在吸纳灵气的左风 忽然缓缓皱起眉头 因为当身体内的灵气越居越多之时 那些吸纳来的灵气 却如同沸水般在那海中不断翻腾 初始时 左风还以为是自己的心态不稳 于是就咬紧牙关 尽量让自己进入到更深层的修炼中 可多番尝试后 情况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有着愈来愈加恶化的趋势 到的后来 那海内的情况 竟然扩展到全身各处经脉中 而且渐渐有了压制不住的趋势 左风猛地睁开双眼 脸上尽是震惊和恐惧 难道是在那里吸纳的狂暴灵气 依然有所存留 到此刻又开始失控爆发 左风惊疑不定地猜测着 这也不怪他有这种想法 之前从山脉内出来时 他的身体几乎像被抽空了一般 没有点滴灵气存留 而经过刚刚的运工 现在那海内 却已经吸纳了数量不少的灵气 他可是知道 之前那些狂暴灵气的厉害 只要有哪怕一丝存留 就会像病毒一般地扩展全身 左风此时的表情 如同刚吃到一只苍蝇 脸色难看的 几乎有些发虑 没想到 自己已经整齐地离开那处地方 结果还是无法摆脱 这狂暴灵气的纠缠 正在左风郁闷之时 忽然他的耳朵 微微耸动了两下 眉头就缓缓地皱了起来 几乎快要遗忘掉了的念力 猛然间向着周围浮散开去 还好灵气的波荡丝毫不影响念力的使用 毕竟这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力量 可在念力刚一幅散开后 他那俊秀的小脸就整个垮了下来 在他的感知中 一道极为熟悉的波动出现在脑海中 对于这道波动 左风再熟悉不过 甚至是他不敢忘记的存在 因为那天晚上 就是他帮助了左风 几乎灭掉了灰衣人那强悍的十八人小队 竟然是那只士郎蛮兽 怎么好死不死地撞见了他 左风现在的心情郁闷无比 这巨型士郎蛮兽 可以说是他在这片林子中 最不愿见到的存在 可偏偏在自己体内灵气暴动之时 倒霉到极点地再次遇见了他 左风强压下心中的郁闷 随手撕下两块布条 他此刻衣衫蓝驴也不在乎多破几处 将撕下来的两个布条揉搓了一下 然后分别塞入了两耳之中 他可是知道那蛮受吼叫的厉害 这点准备还是必须要做好的 做完这些 左风勉强压制了一下暴动的灵气 就从树洞之内钻了出来 他的现身立刻就引起了远处那士郎的注意 左风几乎在和他对视的瞬间 就看出了对方眼中那无限的狠意 这一眼望去 左风的表情也微微一变 先是一喜 但随后又有些凝重 因为他首先发觉了巨型侍郎的身体 到处都有着触目惊心的伤口 可是在自己观察下 对方好像还能够行动自如 加上想起自己此刻的糟糕情况 也难免心中一沉 巨型侍郎 双目血红地盯着左风 他几乎在左风出现的同时 就已经从其气味辨认出了他的身份 正是这个人类 害杀害了他的两只幼崽 也是为了追杀他才搞得整个群落死的一个不胜 他自己也是浑身伤痕累累 巨型侍郎 自从上次和光头男子 几人厮杀到最后 也是受了不轻的伤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之时 却忽然间又出现了一批人类 这群人类一来就 对他展开疯狂进攻 他在杀掉了七人之后 负伤逃走 后来他就察觉到了左风的气息 对于这大仇人侍郎那种 雅字必报的凶性 也体现无疑 由于有伤在身使他行动很不便 他就勉强坚持不懈地 跟踪着左风留下的气息 一路跟随 这巨型侍郎 先是到了金颜山的山寨 虽然也是小心谨慎 但这侍郎 却没有左风那么多的经验 还是踩到了几处陷阱 在他的身上 又填了几处心伤 之后 他在金颜山外围徘徊了一段时间 在左风被追杀的那晚 他再次嗅到了一些气息 之后就一路跟随到了此 可当初这是狼蛮兽 就是被足落从天平山内部驱赶而出 他死也不敢再次进入 只好就在天平山外围徘徊 虽然这期间 他也发现了灰衣人和山贼一伙人跑出来 但他这次目标明确 就是要死等左风 经过他的不懈等待 终于在刚刚发觉了 左风那熟悉又可恨的气息出现 于是 他斜着满腔的怒火 来到了此地 左风自然不知道 这是狼蛮兽的经历 只认为是自己是太过倒霉而已 伸手掏出身上仅有的那件武器 黑色短刃 随手又将怀中的小兽抓了出来 丢向一旁的大树之上 自己取名为逆风的小兽 对于左风来说 就如伙伴一般 当然不能将他 也卷入这场生死未卜的战斗中 小兽身体灵活地在空中一扭 就敏捷地趴伏在了树干之上 本来还略有些不满 可当发现了不远处的士狼蛮兽后 就立刻安静下来 巨型侍郎在看到那小兽 逆风时神色微微一变 但立刻就双目血红地 向着左风冲来 侍郎蛮兽的速度极快 可左风却看出了 他与那晚跟光头人战斗时比 速度还是要慢上太多 左风心中立刻升起一丝希望 身形一动 就向前迎了过去 在两者擦身而过的时候 左风灵巧地低头 进步 转身 将侍郎的一次挥爪 与一次撕咬躲了过去 随后短刃向着侍郎的肩部挥去 侍郎惨嚎了一声 踉枪着向前冲出一段 才站稳身体 同时 一脸狠立地回头 瞪视着左风 左风虽然无法调用大部分灵气 但凭借他强体气大圆满 同时经过两次改造断体的体魄 还是与这只重伤在身的侍郎 有着一拼之力 见到侍郎有些脚步不稳 左风不敢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手中的短刃紧了紧 就再次冲了上去 就在两者间越来越近之时 那侍郎蛮兽 忽然眼中闪过一丝争鸣的红光 随后就对着左风张开了巨口 哦哦 巨大的音波 如同闷雷般响彻而起 此刻左风距离侍郎 也就不足四丈远 在如此近的距离内 感受着寿候 与当初远远在树上看到 完全是两回事 虽然耳朵里堵上了布条 但左风还是感觉一种强烈的音波震荡 向自己袭来 让他前进的步伐 都为之缓了一缓 侍郎蛮兽在这一吼之后 就露出了疲态 脑袋也有些无力地低了下来 看他胸口剧烈的起伏 应该是这一吼 已经超出了他身体的附和了一半 左风虽然被音波震荡的 有些气血翻腾 体内的狂暴灵气 也有了一些压制不住的趋势 但他依旧坚持着 继续冲了过去 对于在自己的聚吼下 毫无损伤的左风 那侍郎蛮兽也显得有些诧异 却还是勉强抬起锯爪 向前挥出一击 眼瞳中闪过一丝寒光 左风猛地高高跃起 身体在空中扭动转身 灵巧地骑在了侍郎蛮兽的后背之上 双手握紧黑色短刃 狠狠向着侍郎的后颈处扎去 一蓬受血喷见了左风满脸都是 左风却是毫不理会 猛地又将手上的短刃扭动了一下 就在此时 左风脸上的受血 缓缓地滑落口中 当受血入口的一瞬间 身体内的暴躁灵气 忽然平静了下来 可一股极度的渴望之感 却由他的身体内产生 就好像饿了很久的人 见到了美味的食物一般 左风这时根本分不清楚 是欲望驱使 还是身体自发的行动 可是当左风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狠狠地咬在了 侍郎的后颈伤口处 疯狂地瞬息起来 侍郎蛮兽 此时眼中满是恐惧与震惊 拼命地扭动身体 甚至在地上翻滚 想要摆脱背上的人类 可左风两手如铁钳一般 抓紧了他的皮毛 其他都不理会 就是一个劲地瞬息着 对方的鲜血 一口口受血 被左风吸入嘴里 就如同最美妙的穷江一般 一旁的小兽逆风 在看到这一幕时 先是有些惊诧 但随后那银灰色的眼瞳之中 就闪过了一丝无比兴奋 眼前的场景 显得极为恐怖和诡异 一名人类少年 像野兽一般 在吸食着野兽的鲜血 而原本凶悍无匹的蛮兽 却如同遭受蹂躏的少女一般 在地上哀鸣翻滚着 左风不知这样过去了多久 只是感觉吸入的鲜血越来越少 可鲜血中的味道 却越来越浓郁美味 直到一声咔的清响 自蛮兽头颅中传出 一股庞大精纯的能量 也随之进入口中流入体内 在这一声轻响过后 那地上的侍郎蛮兽 也彻底地失去了抵抗 趴扶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左风直到再无法吸到一丝血液后 这才缓缓抬起头来 微微喘了几口气 就从侍郎的身体上滚落下来 对于这次的大难不死 左风没有太多的喜悦 他更关心的是 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为何会变成如此模样 大自行在地上仰躺着喘息了半嗓 左风这才再次睁开眼来 将掉落在一旁的黑色短刃十回 然后就大步走回到侍郎的身边 略微沉吟了一会 就用刀子将侍郎后颈的伤口 扑大了一些 伸手进入其中搜索起来 时间不大 左风的双目微微一亮 但立刻又眉头紧锁地自言自语道 这 这不对啊 五逆焚天 第九十二章 身体变异 左风那白皙的手臂 几乎完全深入到了侍郎的身体中 在他摸索了半嗓后 忽然露出一丝喜意 但随后这喜意就凝固下来 变成了一脸诧异 随着他那白皙的小手 由侍郎的身体中拔出后 在其手掌之中 有着一块杏核大小的晶体碎块 这应该是瘦核 但为何会破碎了呢 左风眉头紧锁地盯着手中的晶体碎块 自言自语地说道 可他却未发觉不远处的小兽 看到这一幕后 竟然露出一丝嘲笑之色 一般妖兽都是有着兽核存在 而蠻兽虽然含有的妖兽 血脉稀薄一些 但还是有一定几率 能够孕育出兽核的 兽核可以说是妖兽 或者说蠻兽一生的精华所在 其中蕴含的能量极为庞大 可以作为炼药和炼器时的重要材料来使用 其价格也是极为昂贵 左风虽然不知道 这样兽核大小的兽核 能够卖出多少钱 但他估计 在验城中 随便买下三四间正街的店铺 还是可以的 渴望着 眼前的兽核左风感到极为郁闷 显然这兽核已经废掉 其中点滴能量都不存在了 难道是刚才我吸血之时 一块将这兽核内的能量 也一并吸食了去 左风挠着头 隐隐这样猜测到 左风对此倒也并不是太过在意 毕竟这蛮兽浑身都是宝 就这身皮毛 也是很受有钱人追捧的 他的内脏 也都是低阶炼药时的很好腐材 而最让左风看重的 还是他的利爪 那爪尖可以丝毫不拘任何金铁 金刚的武器 可以说是制作一些短刃匕首的好材料 盯着侍郎蛮兽看了一会儿 左风就开始动起手来 没用上半个时辰 就将这士郎星号星号开来 虽然很可惜 但左风也只是将狼爪放入怀中 最后望了一眼士郎的皮毛 左风还是感到有些可惜 这士郎前后与两拨灰衣人战斗过 刚才又被自己划了几刀 此刻皮毛完整剩下来的 已经不多 原本这士郎的皮 若是能完好保存下来 至少能做两件大厂 但现在 恐怕也就只能做一件无袖的小衫了 想到这里 左风无意间看了看自己 本来就破损不堪的上衣 在和士郎经过之前那场大战后 已经完全报废了去 视线在身上无意间扫过之后 左风猛地眼神一凝 因为他发现了一件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他裸露着的胸口处 那本来已变为金黄色的凸起 此刻看去 竟然变做了灰黑色 如此惊人的变化 怎能不让左风感到惊疑 左风胸口的这处凸起 每一次变化都会为他带来不小的好处 第一次拥有这凸起时 左风虽然修为禁费 但却奇迹般地从必死之境活了过来 后来由原本和皮肤同样的颜色 变为金黄色时 左风几乎前进两个等级 差一点就进入了炼谷期 有了这发现 左风急忙开始查探起自身 可仔细地探查了多遍 左风发觉 除了那让他郁闷的狂暴灵气不知所踪外 也就是原本空荡荡的呐海 充满了灵气而已 左风有些懊恼 可能是习惯了最近的奇遇 好像每次历险后 都该有些意外的惊喜 才是应该的 不过这一次 他确实有些收获 那收获绝不仅仅只是那凸起变了颜色那么简单 但这凸起的变化 也注定改变他以后的轨迹 只是现在的他 还一无所知而已 左风将一切收拾妥当 向着远处的小兽逆风招了招手 小兽机灵地从树上一个闪月 眨眼之间就来到了左风的肩上 然后犹豫了一下 就钻入到左风腰间的包裹之中 见到这一幕 左风微微一笑 便将视线朝着四周望去 确认了一下方向后 左风就快速向着自己所来的位置赶去 在左风快速奔行之时 他却未曾发觉到 胸口处的灰黑色凸起颜色 忽然加深了几分 而且在黑色凸起的四周 如同右牙一般 有着细小的尖角 开始在皮肤下滋生而出 前行了一刻钟后 左风终于察觉到了自身的一些变化 就是自从他吸食了那侍郎的血液后 竟然无法将念力散发而出 这并非是他已经失去了念力 那两根细小的灰白色念丝 依旧在念海之中缠绕游动 只是其中所蕴含的念力 无法像当初一般浮散而出探查四周的情况 这发现让左风一阵无语 这次不止没有什么收获 却还失去了自己最为看重的一种能力 忍不住低头看去 左风此时才发现 胸口那黑色的凸起有些异壮 旗上的黑色小牙 如同破土而出斑 冲出了原本浑渊的边缘 见到这番变化 左风的眉头微微皱起 虽然不清楚这变化对他是好是坏 但看到那些滋生而出的黑色右牙 他本能地感觉到了一丝厌恶 正在左风低头前行时 忽然一种使他心惊肉跳的不适感传来 他本能地狠狠一塌地面 身体立刻改变方向朝着一旁窜去 就在左风改变方向的同时 一只快若闪电的短毛 由他原来所处的位置飞过 看起来是和方位都把握得恰到好处 显然对方是这方面的老手 而且对方显然没有杀死左风的打算 若左风去世不便继续前行 恐怕此时应该会被这短毛 冻穿自己的大腿 滚出来 左风向发出短毛的位置 冷冷低吼道 在持续了几个呼吸的寂静后 一个低沉沙哑的音笑声 自不远的草丛内传来 同时那人开口说道 没想到这小鬼还挺激进 竟然能躲过我的短毛 随着话音落下 三道身影便从树后走了出来 虽然从相貌上让左风很陌生 但那灰色的衣衫 却立刻让他知晓了来人的身份 左风一眼就分辨出了 说话之人 就是刚才偷袭自己者 那是一名眼神凶利的中年男子 男子的手中 此时还擒着一根短毛 同时在其后背 还露出了四根一模一样的短毛 另外两人也一脸戏虐地 从左风两侧走出 当左风看清了三人的修为之后 脸色也变得难看了很多 这三人都有着脆精气的实力 看样子 这是一支小队 而且应该 在这里埋伏了很久 目标应该就是自己 左风现在也很郁闷 若是自己还能够使用念力探查 恐怕这些人也休想如此轻松地 就埋伏到自己 自己在天平山脉 也不知昏迷了多久 这群人依旧如此切而不舍地 要抓住自己 一股由心底产生的愤怒缓缓升起 让左风意外的是 自己竟然有种 想将对面几人撕碎的冲动 这种残暴的念头一冒出 他就再也无法压制下去 这让左风自己也感到极为震惊 小家伙 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几人的对手 乖乖地束手就擒 也免得我们几人多费手脚 那手持短毛的中年人 一边不屑地说着 一边缓步向着左风靠近过来 在这种压力之下 左风感到一阵烦躁 同时身体内也有些躁动不已 这次倒并非是灵气暴走 而是左风的整个身体 好似要暴动起来一般 不知不觉之中 左风的眼中 开始有着淡淡血色浮馅出 而且愈来愈加浓郁起来 看到左风这番变化 那手持短毛的中年男人 也是微微一愣 但随后 就向着两旁的同伴说道 这小子有点怪异 赶快出手将其擒下 省得夜长梦多 两名同伴都轻轻点了下头 下一刻就分从两侧 快速向左风扑来 可就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左风又有了新的变化 一股嗜血的冲动由心敌产生 虽然两边的强敌在飞速靠近 可他却仰起头来 缓缓张开了嘴 啊 一声好似受吼般的大叫 从左风口中发出 这吼声好似那是狼的音波攻击般 向着四周传荡开去 两名飞速靠近的翠金七五者 也受到了音波的影响 目光变得有些涣散后身体晃了晃 当两人恢复过来时 就见到左风以极为惊人的速度 向着那持短毛的男子冲了过去 若是换作平时 他们两人肯定会讥笑一番 一名未达练骨气的少年 竟然挑了他们中修为最高的 翠金七二级舞者动手 可刚才那声大吼 却让他们不敢再对眼前少年 有丝毫小觑 那手持短毛的中年男子 也是一脸凝重 见左风向自己扑来 他也慎重地擒着短毛 向着左风尖头扎去 不敢吓死手 因为上面有命令 一定要活着眼前这少年 左风两眼血红 速度也快得惊人 几个眨眼间 就已经来到短毛男子的身前 对于扎来的一毛 他只是随意地挥手拨开 可就是 这看似轻轻一拨 那翠金七二级的中年男子 竟然再也拿捏不住 短毛应声抛飞开去 中年男子 被左风的巨大力量 也吓了一跳 可谓等他再次抽出 身后的短毛 左风的两手 就已经入两把利刃般 直插入他的胸口间 随后 左风的两手向外一分 那短毛中年男子 就被生生地撕裂成两半 残破的尸体 夹带着骨骼和内脏 向两侧抛飞开去 鲜血如同大雨般 当头零下 左风就这样缓缓转过身来 用舌头轻轻地 舔尸掉嘴角的鲜血 嘴角还挂着一丝 残忍的微笑 另外 两名舞者 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都震惊地张大了嘴 左风猛然加速 风驰电撤般地 向着其中一名舞者 冲了过去 嘴角依旧挂着淡淡的微笑 只是这笑容 显得极为木讷 更像是无意识中 下意识的动作 五逆焚天 第九十三章 又见幻生 寂静的森林之中 左风如同红色的血人一般 呆呆地仰头望着天空 直到某一刻 他的手指微微动了动 随后目光转动 向着周围望去 这一眼 看去连左风 自己都被惊害得呆立当场 刚刚他虽然还有意识存在 但却好像失去了理智一般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将眼前的人全部撕碎 看着满地的狼藉 破碎不堪的尸体 左风甚至有种 机遇呕吐的冲动 这些都是我做的 左风有些呆傻地 自言自语道 之前发生的事情 一一浮现在脑筋 他也不清楚 自己是如何办到的这一切 但他却很清楚 这一切 确实是自己亲手造成的 过了片刻 左风好似想起了什么 猛然低头 向着自己的胸口处望去 只见那黑色的凸起四周之前 还只是冒出黑头的右牙 此刻已经在次向外 扩展了半寸 难道是这东西搞出来的 左风在心中暗暗猜测 他已经猜到自己的刚刚的力量 应该都源自于这黑色的凸起 虽然不明白其原因 但他隐隐猜测 恐怕与自己吸食过是狼仙血有关 刚刚做好的兽皮衣服 已经被自己亲手撕碎 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 左风在那些残破的尸体中翻着起来 时间不大 就从一个小包裹中 找到了一套黑色的衣衫 虽然衣衫要比左风穿得大很多 但左风还是将其套在了身上 只是将裤腿撕去一截 看了一眼宽大的衣袖 左风索性将两个袖子全部撕掉 有用裤子上的布条 在腰间一勒 也还能仇和着先用 做完这些左风的脸色 没有丝毫好转 对于自身的变化搞不清状况 这是最让他郁闷的 虽然自己好似获得了什么巨大的能力 但那几乎是以自己 接近丧尸里置换来的 他可不希望自己以后 变成野兽一般的存在 再次检查了一下身上的物品 左风就准备尽快离开这里 可就在他将要动身之时 却忽然听到周围有着杂乱的脚步声传来 该死 他们在附近还有小队埋伏 左风立刻就想到了一个可能 不敢多坐停留 快速朝着一个方向冲去 就在左风那受嚣的背影 刚刚消失在密林后不久 三道灰色身影便飞速地来到这里 怎么会这样 当先来到的一人发现了一地的残尸 忍不住皱眉说道 看样子 好像是被野兽袭击过的样子 你傻了 他们三人的实力 就算是野兽 也应该杀掉个几十只 你看这里 哪有野兽的尸体存在 之前开口的人 冷冷地向一旁之人说道 顿了顿 继续道 刚刚我好像见到一个身影 向那个方向去了 不管怎样先找到那个人再说 这名灰衣人说完就快速向左风消失的方向追了下去 剩下的两名灰衣人再次看了一眼地上的残尸 又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一丝恐惧 地上有两人已经被撕扯的 看不出原本模样 还有一人的头颅 好似被大锤轰成残渣 手脚也都被生生扯下来 随意地丢弃在四周 两人虽然感到事情太过诡异 但最后依旧跟着之前的人咬牙追了下去 左风心中的憋屈此事已经无以复加 自己这次从离开燕城开始 似乎就陷入了无休止地被追杀中 先是那张玉所收买的燕城帮会成员 之后又是被山贼余孽 而自己好容易从天平山脉内走出来后 依然还是无法摆脱被追杀的命运 其实 左风还漏算了一个 就是那对他影响深远的侍郎蛮兽 这世郎蛮兽几乎是切而不舍地追踪了左风好几天 可结果却是一身精血和兽和都被对方吸食了去 左风现在是完全凭借纯粹的体能来奔跑 他已经不敢再去动用灵气 他害怕 一旦动用灵气 自己会再次陷入之前的疯狂境界中 他也不清楚 若再次动用那力量 最后还能否恢复理智 这个险 他不敢冒 可就在左风奔跑之中 忽然远处人影闪动 同时伴随了一道冷冷的鹤声传来 谁 站住 看到那熟悉的灰色衣衫 加上对方的喊声 左风不得不再次咬牙 转变方向 朝另一个方向冲下去 但片刻之后 左风就停了下来 不再继续狂奔下去了 因为前面又有三道灰色身影 出现在眼前 他不敢再跑了 这些人好似在天平山外围 布置下了天罗地网 自己跑的地方越多 惊动出来的敌人也就越多 没有了念力探查的左风 即使继续狂奔下去 结果也不会改变 而且他的速度 显然急不上这些灰衣人 身后杂乱的脚步声传来 左风也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此时的他 反倒冷静了下来 片刻之后 六道灰色身影 出现在了左风的身后 加上前方的三人 一共九名脆精气的舞者在其中 小子 那短毛五小队的三人 是怎么死的 最后出现的六人中的一人 首先开口问道 他虽然是一直追着左风来到这里 但他却绝不相信 那几名同伴 是被眼前少年杀死的 什么 短毛五 他们死了 左风前面的三人中 一名胡子 有些灰白的中年人 惊疑地问道 他和短毛五 平时私交不错 当听闻其死讯之后 也是神色微变 左风表情淡漠地说道 不清楚 我当那里的时候 他们三人已经死去 他倒不是要刻意隐瞒什么 可就算说了那些人 也一定不会相信 果然开始提问的 那名灰衣人 怀疑地说道 胡说 他们几人的血都未干 明显是刚死不久 而且 你身上还穿着短毛三的夜行衣 你当我看不出来吗 赶快说出实情 那胡子灰白的中年人 听到这里 也好似失去了耐心一般 狠狠地道 管他知道不知道 这人就是命令 要活捉那家伙 先给他拿下 我们几人先让他尝尝手段 自然什么都清楚了 其他几人听他如此说 也都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随后就分散开来 缓缓向着左风靠近过来 虽然不清楚 短毛五如何死的 但几人依旧 还是提高了警惕 左风缓缓地闭上双眼 看来就算不情愿 也必须要再次动用一下 那神秘的力量了 可几个呼吸之后 左风有些哭笑不得地发现 身体内毫无任何异常变化 即使他如何鼓荡 运行灵气 身体内也丝毫没有之前那种 暴躁的气息流出 再次睁开眼来之时 左风已经有些想要大哭 或大笑的冲动了 可谓待他有所反抗 两名脆精气的舞者已经抢步上前 一人抓紧了左风一条手臂 随后 左风就带着一脸不甘地被摁倒在地 这次离开燕城 左风经历了太多太多 再多次追杀中逃的性命 用尽手段将师父从敌人手中救出 可结果仍然难逃被人活捉的命运 心中暗暗叹了口气 虽然从未经历过酷刑 但之前他却见识过师父滕霄云遭受的折磨 想想也知道 对方绝不会因为自己只是一名十几岁的少年 而心慈手软 在左风心中有些慌乱之际 忽然之间一阵飓风从天上刮过 然后一大片阴影就将这里完全覆盖了去 左风此刻被人按着 头朝下趴在地面上 根本看不到天空上的阴影是什么 只能从周围人的变化看出 此刻周围的九名灰衣人 个个都一脸凝重严震以待 嗯 一道苍老的女子声音 在左风头顶响起 这声音 左风感到很熟悉 可一时却想不出 是在哪里听到过这声音 随后 左风就听到了轻微的破风之声 从其声音 能猜测出 这女子应该是由极高处落下 随后左风的余光 就见到周围的灰衣人 迅速结成阵形 聚集在了自己四周 心中不由的一阵苦笑 难道还有别人对自己感兴趣 左风 一道极为悦耳的女子声音传来 左风立刻就分辨出 那女子声音是谁 心中却极为诧异地想到 沈爹 他怎么会来这里 跟他在一起的人 又会是谁 正在自己心中 感到一阵诧异之时 那之前开口的苍老女声 再次想起 你认识那少年 随后就是一片沉默 左风虽然无法抬头观看 但能够猜到 应该是沈爹在点头 因为 在这沉默之中 他清楚听到了 身边几名灰衣人 因为紧张 传来吞咽口水的声音 前辈 这少年对于我们极为重要 还望 但随后 就传来沈爹冰冷的声音 师父 这群人就是当初屠灭 我们村子的那伙强盗 他们每个人的双手 都沾有我们沈家村的血 沈爹的声音 冰冷中透出一股愤怒 左风能够感觉到 按住自己的那两双手 都有些微微潮湿 前辈 我们当初 还未等他说完 那苍老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本来若你们 将那小家伙交给我 应该还能放你们一条生路 这声音说到此处后 就微微停顿了片刻 感觉他已经将话说完时 却又再次开口说道 你们做的那些勾当 别以为我老人家不知道 本来你们的命 还想留给我徒儿自己去去 但今天我老人家就破裂 弄死几只蚂蚁 让我徒儿高兴高兴吧 前辈 灰衣人好像还准备说些什么 但声音却嘎然而止 然后左风就感到 按住自己的两双手 渐渐失去力道 当他抬头的瞬间 也是恰巧看到 周围一群黑衣人 各个神情呆滞地向下倒去 满脸震惊地 向着之前说话的那苍老女子看去后 他的瞳孔就猛然张大 声音有些干雅地呢喃道 换 换生前辈 五逆坟天 第九十四章 婉拒 离别 当左风看到那苍老声音的主人时 就忍不住冲口说道换生前辈 可刚刚喊出口 他就觉得自己看错了人 因为从其装束和身形来判断 左风第一眼就将其认作是那晚在东山崖顶 遇到的那神秘女子 可如今仔细看去 又好像不是 那晚所见的女子 虽然将脸几乎全部遮挡住 但左风还是能分辨出 对方应该只有三十多岁而已 可眼前这老玉 恐怕没有八十岁 也应该有七十岁上下 瞧其皱纹堆叠的脸庞和眼角处的淡淡斑点 与自己那晚所见叫换生的女子 应该并非是一个人 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左风恭敬地说道 抱歉了 我将前辈错认为以前遇到过的另一人了 那老玉此时一脸慈祥 似笑非笑地盯视了左风半上 忽然这老玉有些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达到了强体七 圆满境界 老玉这话问得很突兀 左风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听起口气 好似还认识自己一般 他看不出老玉的修为 但老玉对自己又救命之恩 急忙恭敬地回答道 晚辈最近有些奇遇 所以修为提升得稍稍有些快 老玉听完后 微微点了点头 说道 我赠你的寒宁兵物还好用吗 听了老玉此话 左风更是被震惊得无以复加 张口结舌地 有些说不出话来 老玉对此倒是觉得极为有趣 干笑了两声说道 怎么 用了我老人家的东西 这么快就不认识了 左风这一下 更是有些手足无措 老人那略带玩笑意味的话语 他还是能够听出一些的 但他却很难将两位年龄相差一倍的人 联系到一处 心中一动 左风猛然想起了滕潇云说过的话 那位幻生前辈 在其成名之时 我甚至还未出生 左风心中一动 就立刻恭敬地说道 前辈勿怪 我是实在不知 前辈有这番大神通 能够随意间改变容貌和年龄 那老玉也觉得 和左风玩得差不多了 脸旁严肃了一些白白手 说道 少来拍我老人家的马屁 老人家身子骨不好 经不起你的大帽子 顿了顿继续道 你为何会被这些人擒住 我记得上次我好像是给了你两瓶 含宁兵雾吧 左风听到老玉的问话 又用余光瞥了一眼旁边的沈碟 看他也同样一脸关切 长长地出了 一口气说道 我这次本来是想回村子 看看我师父的情况 后来 左风缓缓将这次离开燕城之后的事情 一一到来 当然一些无关痛痒的地方 他也讲得比较详尽 一些涉及到自身秘密的事情就一带而过 或是干脆将其掠过 老玉开始听到 左风巧妙的杀死追踪之人时 略微点了点头 当后来说到 为救滕潇云 不惜以身犯险 引来大批的野兽围攻灰衣人时 一直古井无波的脸庞 也有些动容 后来天平山脉的事情太多诡异 左风也就掠了过去 直接讲述自己 被灰衣人情下的经过 老玉听完 常常叹了口气 说道 你这小子 我以前就看出 你天赋不错 没想到 还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我老人家云游到此 本来是为了一些私事 却为料到 在这么偏僻之所 竟然会遇到两个天赋极好的孩子 说到这里 老玉的脸上 也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 继续道 我本不打算再收徒弟 可见到这丫头后 我也是动了爱才之心 怎么样 你想不想拜入我的门下 左风猛然听到 老玉有这样的想法 也不禁有些异动 但随后又想起了什么 说道 多谢前辈的好意 只是 嗯 怎么你还不愿意 老玉听出 左风的推辞之意 显然有些不满 左风谨慎地抬头看了一眼 发现一旁的沈蝶 正偷偷给自己识眼色 还是叹了口气说道 请前辈不要动气 我们左家村的人 此刻 在燕城还未站住脚 眼下又有多方势力 对我们虎视眈眈 我也不能放下他们不管 所以只能辜负前辈的一番美意了 老玉双眼微眯地盯着左风看了半晌 见左风也却是真心之言 这才语气缓和了一些说道 我想你也清楚了我的身份 能够为了族人的安危 放弃这等机缘 老人家 我也就不再强求了 但据我观察 燕城最近必然会有一场大动荡 这些奉天皇朝的老鼠 绝不会无缘无故跑来这里 你要清楚 以你的实力 在这场漩涡中根本无足轻重 师父 沈蝶听到老玉这样讲 明显有些焦急地想要说什么 可老玉没有带他开口 就白手示意他 不要说下去 自顾自地继续讲道 这些事都是叶灵与奉天之间的纠葛 我不能干涉 以我的身份也不可以参与其中 若是我参与了 我的那些老朋友也定然会出面 那样只会适得其反 左风本来听沈蝶开口 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期盼 但听了之后老玉的话 便彻底吸去了他心中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 好了 小蝶 我想你也一定有很多话要对他讲 我老人家去那边等你 你们聊完了 就到那里去寻我 老玉说着 就向着远处 一座不高的小山包一指 随后身形微微一晃 人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左风见老玉离开时所展现出的实力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这绝对是 比他还未学会的逆风行 还要快上许多倍的身法武技 可左风不知的是 修为达到老玉这级别 不动用任何武技 也会有这般恐怖的速度 渐渐从震惊之中收回目光 看向一旁的沈蝶 却正瞧见沈蝶 有些忧愿地望着自己 左风先是微微一愣 但随后就明白其意 尴尬地搓了搓鼻子说道 刚才我也解释了 家族那边的事情我实在无法不理 我的父母亲人都还在厌城中 若是没有这些 牵挂我一定会同你 一起拜入幻生前辈的门下 只是我现在真的还不能离开 沈蝶听完后 悠悠叹了口气 好像在低难一般 说道 为何你总想着去做一些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你知道你要面对的 将会是什么 左风摇了摇头 他此刻心中也是极为矛盾 虽然对手还未展露出全部实力 但就目前自己所见到那冰山一角 也足以将他碾碎千百回了 但他却不得不去面对 因为家人的平安是他的底线 目光在沈蝶精致的脸庞之上缓缓扫过 不禁让左风想起那晚两人在左家村的夜谈 仿佛就是刚刚才发生过的事一般 此时左家村早已不在 眼前的家人也将离去 他也不禁感到有些黯然 我 我送你的礼物 收到了吗 左风有意地想将话题引开 也不想让自己再继续沉浸在离别的感怀之中 就装作随意间地问了一句 沈蝶轻轻将玉手举起 从其背后拿出一柄通体雪白的长剑 缓缓地抚摸着剑身说道 你送我的这柄剑 我很喜欢 看着一袭白衣的沈蝶手握着通体雪白的长剑 让左风都不禁有些微微失神 每人和宝剑相得一张 这幅画面 左风恐怕此生难忘 对了 天天前几天受了一点小伤 眼下正在城主府内静养 沈蝶手握宝剑 忽然想起了 将宝剑亲手交与他的左天天 立刻开口说道 天天受伤了 是谁干的 左风的表情 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 眼神中也有着一股暴怒浮现出来 沈蝶知道 左风最关心自己的家人 于是就快速将左风走后的事情说了出来 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左风的父亲左长青 被打伤一事 讲完这些后沈蝶怕左风太过担心 就继续说道 长青叔的伤经过庄仪的治疗 已经无碍 听说天天也已经没事了 现在城主府每天从早到晚 都派有高手常住老宅那边 你不要太过担心 听到沈蝶这样说 左风的情绪也稍微缓和了一些 但脸上的怒气却丝毫未有削减 沈蝶见到左风这样表情 也不禁微微叹了口气 说道 自从那天有人来闹事后 第二天我就遇到了师父 他好像在查找些什么 但几天下来却毫无收获 也就放弃了 后来他见我资质不错 就动了收徒的打算 左风点了点头 对于沈蝶的这个选择 他只有由衷地为其高兴 只是心底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但他依旧故作兴奋地说道 你的选择是对的 你跟随幻生前辈将来 定然会前途无量 沈蝶听到左风这样说 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 哦 本来我就想平静地度日 可在遇到师父之后 他老人家对我如亲孙女一般 我也不忍辜负他的一番好意 而且我们村子的仇 左风笑着摆了摆手手说道 如此机缘 放弃了才是不对 你放心 沈家村的仇 就包在我的身上 沈蝶表情有些忧怨地 盯着左风看个不停 正在左风有些魂不守舍之时 从不远处的小山之上 传来一声响亮的鸣叫 别让幻生他老人家久等了 你还是快歇过去吧 当听到那寿命之时 左风就立刻联想到了 之前的那片黑影 同时也想起那晚见过的恐怖座棋 沈蝶有些为难地 看了一眼远处的小山 最后轻叹了口气说道 我会和师父去几个地方 然后就随他老人家到古荒之地 你一定要来找我 师父他老人家的住所 叫荒谷云山 在古荒帝国 是无人不知的地方 沈蝶说完后 就头也不回地 向着远处的小山跑去 左风望着那道优美的背影 滴滴说道 会的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放心 五逆坟天 第九十五章 再回村子 左风望着沈蝶一身白衣的优美倩影 滴滴自语了一句 对于沈蝶临走前的一句话 其中意味 他又怎么会听不明白 只是现在的他 还不知能否度过眼前的难关 又如何能够给对方那些不切实际的承诺 他却不知 背对着他急不而行的沈蝶 此时已经泪流满面 虽然没有和左风多说其他 口中却同样滴滴呢喃着 你知道吗 我拜入幻生前辈门下 就是希望能帮你多承担一些 你要来啊 一定要来找我 十几岁的少男少女 正是懵懂之时 没人能知道多年后的众语 彼此是否还能保持当初的那般心境 但这一对男女本身的特别 也注定了 他们将经历的 也必将不平凡 巨大的风压自小山之上吹拂而来 一道快若闪电的巨大黑影 猛然显露而出 但随后就划破天际 向着远方飞去 左风依旧未曾得亏 这强大飞行坐骑的全貌 但仅仅是惊鸿一瞥 也让左风感到极为震撼 上次由于是在黑夜 左风也就只扫到一眼 这一次 他算是知道了 这坐骑的可怕 其身形庞大的 好似一间小阁楼 恐怕比天平山脉自己见到过的妖兽 也只是小伤一点点而已 阳光照射在那坐骑的外表 隐隐折射出淡淡的寒芒 左风常常出了一口气 虽然这巨大的坐骑 让他感慨 但与离别所带来的隐隐心痛相比 早就变得微不足道 古荒之地 左风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出了四个字 从包裹之中 缓缓地取出 那审谍赠送的项链 脑海中 黑云派这个几乎被其忘记的遥远宗派浮现了出来 微微一笑 左风就将那项链轻轻系在了脖子上 项链的吊坠部分 是一块古色古香 看不出材质的小铁牌 将其戴好后竟然 正好可以遮住左风胸口 那变得漆黑的凸起 自己胸口出的变化太过惊人 左风不想让其他人见到 对于这项链遮挡印记这个功用 他还是极为满意的 静静地闭上双眼 左风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 尽量将一切情绪排出脑海 当他再次睁开眼来之时 双目之中已满是坚定和执着 随意地瞥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便一头冲入了周围的密林之中 一处密林中的草地上 有着一些杂物丢弃在草丛中 从哪些已经早已经冰冷的篝火痕迹可以判断 原本在此处扎营者 离开有几天了 一名少年 脚步轻盈地走入营地之中 并不时地蹲下身子仔细查看 时而偏头侧耳倾听这些什么 过了好半晌 他才缓缓 直起身子 自语道 看来他们离开这里 最少有一天的时间 看他们前进的方向 好似向着燕城而去 正自言自语的少年 就是一路快速来到这里的左风 他发觉 回燕城的方向 恐怕有敌人埋伏 就索性调转方向 来到了这里 主要是想取回自己藏在这里的东西 还有就是看看那些山贼的残余 是否还在这里 可让他失望的是 曾在这里 驻扎的山贼一伙 早已经离去多时 左风在这里查看半天 除了看出敌人的去向外 便再无其他的收获 无奈地摇了摇头 左风就快速离开此处 基本不需要看自己留下的记号 左风就很轻易地找到自己当初藏匿物品的那棵大树 时间不大 左风便又如桃荒的小乞丐一般 身上携带着三件大包裹 从树上爬了下来 从树上下来后 左风低头沉死了片刻 山贼剩下的人手自己也清楚 加上追杀自己时 被自己和妖兽杀掉的 也就剩下二十多人 那么这片林子中 就只剩下那伙奉天皇朝的灰衣人 他们在这片区域依旧有着埋伏 自己此刻回燕城 还是有着不小的风险 略微衡量了一下 左风就有了新的计划 随后便别了一下方向 就一头冲入到了浓密的树林之中 当左风来到左家村外时 已经是天色渐晚 在村外静静站立了一会儿 便大步向着村子里走去 周围的环境 他已经经过详细查探 如他所料想的一样 灰衣人在这里 并未安排人埋伏 天平山脉外围区域极为广阔 他们又要派人搜索 滕潇晓云的下落 又要安排人手 堵截自己 加上之前 他们又损失了不少的人 现在也很难再 顾及到左家村这里 恐怕他们的注意力 现在都已经开始 向着燕城方面转移了 左风在心里暗暗猜测着 从山贼那伙人 离去的方向看 他们应该是去往燕城 那么灰衣人 恐怕也会启动 他们下一步的计划 就是通过那伙山贼 去联系他们的内影张玉 看来 他们也快要有 下一步行动了 虽然对于城主府 自己也谈不上 有何感情 但不论 怎样自己族人 还需要城主府的庇护 也该将一些信息 透露给他们才好 左风一边这样想着 就再次回到村子里 此时的左家村 与他离开时 几乎没什么变化 看到这一幕后 左风也多少安心了一些 虽然村子所在的这个地方 很少有野兽来 但他还是不希望 自己村子中的人 被野兽啃食 他这次回来 就是想好好掩埋起 村里人的尸体 左风在村子内 粗略地检查了一番 随便找了一间 还算完整的房舍 就掏出干粮吃了起来 吃完饭后 左风也不想再考虑其他 毕竟这段时间 他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除了昏迷之外 就是在那棵大树上 休息了几个时辰而已 当左风再次睁开眼来时 已经是日上三干 身上的干粮早已经吃光 于是左风就在屋子翻找起来 一翻找寻后 左风还真的大有收获 不光找到了小半袋粮食 而且还找到了一大块干肉 左风并不太懂得料理 就索性将粮食和肉干 一块丢入锅中 让他没想到的 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吃完早饭后 左风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他将那些属于村里人的尸体 一句句地抬到村外 就在距离小河不太远的位置 找了一处开阔地 将尸体也都搬来了此地 这一翻下来 也到了中午 休息了一小会儿 左风就开始动手挖掘起来 挖坑显然比抬尸体 要费力得多 即使以他强体七大圆满的实力 依旧还是累得满身是汗 村子里这次留下的 有接近二百人 他几乎将这些人都抬了出来 只是有些人的尸体 被放在一起焚烧过 现在已经无法将其再分开来了 大家都是自小一起长大的 我想 让你们以后生活在一起 应该也不会介意吧 左风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 就将那些无法分开的尸体 丢入一个坑中 然后就动手掩埋起来 一直忙到圆月当空 这才将所有尸体都掩埋完毕 望着那一座座的坟包 左风并未露出太过悲伤的神情 好像在滕潇云死后 他的心也变得坚强了很多 你们放心 左家村的血债 我会亲手讨回来的 你们的家人我也一定会尽量保全 可能暂时 我们还无法回来 但这片属于我们的家园 一定会再次溅起 若你们死后有知 就在这里等候我们的返回吧 说完之后 左风就对着一片坟包 恭恭敬敬地扣了三个头 起身后就迈开大步 向村子中走去 回到之前自己休息过的小屋 简单地将早上剩下的一些饭吃光 就带上三个大包裹 离开了村子 那些死去的山贼左风并未理会 他们的死 可以说是旧由自取 被野兽吃掉 也是他们应得的下场 左风出了村子后 就沿着一条熟悉的路径 快步而行 时间不大 就有着阵阵的水声传来 当走得近了一些后 这水声也开始渐渐扩大 继而变成了瀑布的巨大的轰鸣 当左风来到水潭边时 不禁联想起一年多前 自己在这里被左猎偷袭 差点生死 那一次 自己不仅没有死去 竟然还机缘巧合下 得到了新的奇遇 而自己的所有奇遇 都好似从这里后开始的 所以 左风这次回村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 再来这里一趟 他已经清楚了 瀑布后的山洞内物品的来历 但自己的身体 和其密切相关 所以 他必须要搞清楚其中的秘密 虽然他对于打开那十吨 也并没有什么信心 但依旧还是希望再次尝试一下 毕竟自己胸口那怪异突起 这次又有一变产生 自己若是 不搞清楚其中的缘故 也实在无法安心 将身上的三个大包裹 找了一处隐秘处藏好 左风就从侧面 向着瀑布上方 那处山顶爬去 虽然已经达到了 强体七大圆满的境界 但左风清楚 自己还是无法在瀑布之中 逆流爬上去 忙了半个时辰 早已来到山顶的左风 也终于做好了一条藤绳 如上次一般 再次顺着藤绳 缓缓坠下瀑布 这一次 他倒是轻车熟路 很快就在瀑布后方 找寻到了那处山洞 一个纵月 就跳入到了山洞之中 和上次不一样 他进入山洞后 很快就找到那块 和山壁没有太大区别的石墩 掏出匕首 缓缓将石墩 从山壁内挖了一点点 之后才费力地 将沉重的石墩给起出来 左风歪着头 不断细细 打亮着石墩表面 石墩外表 如同经过多次打磨一般 根本看不到任何其他痕迹 甚至在棋上 都无法看出 一般石头那样的纹理 全力挥拳 输入灵气 用黑色短刃劈砍 左风同上次一样 将所有办法试过一遍 那石墩 依旧毫无任何变化 这也完全在 左风的意料之中 毕竟按照左风的猜想 当初的滕潇云 应该是达到炼气的强者 连那时的师傅 都无法用蛮力将其破开 自己打不开 也实属正常 五逆焚天 第九十六章 传承 兽魂 左风盘歇而坐 望着对面的石墩 一筹莫展 双手抱肩 歪着脑袋不断思索 半晌之后 左风猛然眼睛亮了起来 自己好似还有一个办法 未曾尝试过 想到这里 左风心情有些忐忑地举起双手 轻轻地 按在石墩之上 同时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下一刻 在他念海之中 那两条静静悬浮着的念丝动了动 一股精神之力将念力由念海之内调动而出 因为上次身体的变异后 左风已无法再如以往那般将念力浮散开来 但他们却可以在身体内自由流动 念力的传递极为迅速 几乎没用上一个眨眼的时间 念力便已经流到了他的双掌之间 此刻左风有些激动 虽然还不清楚自己的这个猜测能否管用 但他还是有些控制不住 心里那丝莫名的悸动 念力缓缓顺着双手传递而出 虽然无法离开身体 却可以凝聚在掌援处 这样就能够让自己的念力 与石墩相互触碰到 念力传递而出的瞬间 便如吃尘大海一般 消失无踪 一股剧痛出现在左风的脑海之中 这比用刀子从身体上切掉一块肉 还要来得更加痛苦一些 这痛苦说 痛彻心扉一点都不为过 因为左风感觉那痛楚 好像是发自灵魂深处的 左风本身并不清楚 这种情况的可怕 念力是由人的意识所产生之物 精神受损并非身体受损 那种损伤几乎是没有办法自愈的 还好因为体质改变后 左风只能勉强发散出去一丝念力 这才只是让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痛苦后 并未给他带来那些无法弥补的损害 勉强睁开眼来 看了看面前毫无变化的石吨 左风有些郁闷地常常吐出一口气 一口闷气吐出后 就在他准备大吸一口之时 那石吨猛然间发生了震战 这一下变化 让左风甚至忘记了呼吸 石吨的震战 由微小到剧烈 几乎就在一瞬间 然后就猛然间四分五裂开来 就在这石吨分裂开的瞬间 一道蔚蓝色的光球就猛地爆射而出 瞬间就没入了距离光球最近的左风手掌之中 左风上还未反应过来 就见右掌之中一个光团 猛然急速地向着自己胸口处冲来 显然这就是 刚刚那个飞入自己手中的光团了 光团速度奇快无比 左风虽然心里焦急 但对此也毫无办法 只能眼瞪瞪地看着光团 来到自己胸口位置 此时的光团在左风胸口处散发着蓝悠悠的光芒 不断徘徊打转 好似在检查一些什么 片刻后 光团猛然又一阵阵战 好似有了什么新的发现 就突然间调转方向 直接向上而去 光团眨眼之间 就来到左风的大脑之中 左风感到自己满眼都是蓝色的能量 但随后 自己的头内就传来一股剧烈的疼痛 这疼痛甚至比自己刚刚失去那一丝念力时 还要更加强烈数倍不止 啊 左风只来得及惨嚎一声 随后就一头栽倒在地 失去了知觉 过去不知多久 左风才缓缓睁开眼来 他迷迷糊糊地分辨着周围的环境 好伴上才常常吐出一口气 也渐渐明白了自己此刻身在哪里 不禁感叹 自己的命运太过悲催 好似最近的奇遇确实很多 只是不知道为何 每次都要将自己敲晕过去 摇了摇还有些木讷的脑袋 左风就立刻闭目检查起自身的变化 虽然他也猜测到 这十吨内的东西 应该不会加害于自己 但他也并不能绝对肯定 所以还是 亲自仔细检查过后 再考虑其他 让左风意外的是 自己竟然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修为依旧还停留在 强体气圆满的境界 那海之中的灵气 也未有所增减 包括胸口处的那块凸起 依旧还是那样灰黑色的一块 周围有几个向外延伸 而处得右牙状尖角 看上去和以前一样 让人厌恶 略意思考 左风猛地记起 自己是在那蓝色光团 进入脑中后 自己才昏厥过去的 于是立刻将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脑内的念海之中 这一观看 左风不禁有些震惊地发现 此刻那散发着深邃蓝光的蓝色能量 正静静地悬浮在自己念海之中 左风看到这种情况 情不自禁地皱起眉头 无论是谁 在自己身体内发现了来历不明的存在 恐怕都会如左风般模样 可观察了片刻之后 左风发觉 那蓝色光团 除了散发了一些蓝色光芒外 就再无其他变化 有些犹豫的尝试 用念力向其包裹过去 却是所有念力 都被那蓝色光团阻挡在外 根本无法渗透进入哪怕一丝 没有办法 左风又尝试驱使 那两根细小的念丝 向其靠近过去 就在其中一根念丝 刚刚触碰到那蓝色光团之时 一股巨大的精神波荡就冲了出来 这股精神波动强大非常 左风几乎在感受到之时 下意识地就拳头攥紧牙关紧咬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再次被这能量冲击地眩晕过去 可事情并未如他猜想的那般 因为那巨大的能量 也就只是 扩散到念海的外壁后 就再次收了回去 随后 一道细微的精神波动传了出来 这是左风首次接受精神信息 所以他起初 也只是沉浸在那种奇妙的感觉之中 可马上左风就收敛心神 全心全意地去接受 那传递而来的信息 忽然之间 左风就进入到了 另一种奇妙的境界之中 一道苍老的声音 仿佛在耳边 又好似在脑中响起 不知有缘者为何人 但我们却是无缘相见了 这些信息 都是在我意识消散之前所留下的 既然你 已经能够读出这段精神流言 你一定是 已经打开我制作出的那个诗滚了 想来也是一位达到了恋神期的强者 声音苍老之中 略显出一丝疲惫 而且听其说话的口音有些奇怪 应该是生活区域距离这里极为遥远 声音再次响起 本人自幼天赋极佳 又爱好广泛 前半生几乎在到处游历中度过 曾经钻研过炼药 之后又迷上了炼气 直到有一次我游历到一处险地 在其中偶然间得到了一个奇物 对了 那奇物此刻 就在你的身上 就是你胸口那处水滴状的凸起 虽然之前都只是我的猜想 但既然你能够听到我留下的这段话 就证明了我的猜想已经成真 也证明了 我后半生的一切努力都不是白费的 听到这里 左风已经不能用震惊来描述 因为他已经变得近乎于呆滞 拿声音根本不理会左风的这番情况 而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老夫名叫宁肖 你胸口的那处 岂我为其取名为受魂 我想 这世界知道 其存在的人寥寥无几 恰巧我就是这其中知道内情者之一 苍老的声音沉默了一会儿 又继续说道 这片昆悬大陆之上 在几万年前出现了一只神兽 这神兽像是超越一切力量的存在 它出现之后 曾经让这片大陆 一度陷入了混乱和黑暗之中 直到某一天 这神兽被不知名的力量击杀而死 而你身体内的那凸起 便是我当初找寻到的神兽之魂 左风不仅有些失神 原来自己身体内那奇怪的能量 竟然是来自一只神兽 而且还是 那神兽之魂 还未带他继续思考下去 苍老的声音又再次传出 这神兽被杀死 留下的却不仅仅是兽魂而已 他的身体散落在大陆之上 便成为了三种极其强大的存在 妖兽 魔兽 凶兽 他的一身精血 也散落在各处 化为了另一种存在 兽魂与兽精 左风之前只听说过妖兽 其他两种魔兽和凶兽 却是他首次听闻 虽然第一次听闻 但想想那天平山脉 见过的那只妖兽的强大 就可以猜测出 另外两种异兽的恐怖了 我的后半生 其实一直在研究 如何家人的魂魄 与兽魂相结合 从而达到最终的突破 从而迈入那玄之右玄的 老者说到这里 声音就戛然而止 左风听到这里 虽然感到有些疑惑 但也不得不为这老者的妙想天开 而感到钦佩 可老者后来的话 就让左风的脸色 微微沉了下去 我曾经多次进行了尝试 却都是以失败告终 虽然这兽魂的能力强大 但我曾经 用其他妖兽和魔兽之魂 和我的一些仇家 做过多次试验 可结果是 我的仇家一个个的 都从这世界上消失了去 左风听到这里 几乎有种将这老者 打扁的冲动 但这老者显然已经不存在了 即便他所说的话 也如同呢 难自语般 显然这其中 已经没有了他的意识留存 我留下的这团东西 是我将自己的灵魂 炼化成为了 兽魂的形态保存下来 本来希望能够 和其结合在一起 可我却遭到了一位 强大的仇家偷袭 虽然我用尽手段逃了出来 但最终也在无能力 将这两者相互结合 所以留下了这些 留待后来之人 完成我未完的心愿 听到这里 左风也被老者的那种 愿望未能达成的 黯然所感染 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 我的仇家名叫林念 既然你得了 我得传承 请务必帮我报此大仇 报仇 你的仇家都应该和你在一个年代 现在恐怕连尸骨 都已经化为尘土了 我上哪去为你报仇 左风有些善善地 在心里暗自想到 那声音的主人 好似能够听到左风话一般 开口缓缓地继续道 修为到了我们这个境界 早已经超脱了一般肉体的限制 即使生死 只要神魂不灭便可以再借体而生 虽然那些要求极为苛刻 但我想若是换作 是他定然能够存活下来的 听到这里 左风不禁暗暗一惊 同时也想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事情 五逆焚天第九十七章 求索 丹药 左风在听到老者的话后 立刻就想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可能 既然如他们这种修为的存在 能够借体而生 那么自己脑中的这团东西 岂不是有可能宣兵夺主 强占去自己的身体不成 好像再次猜到了 左风心中所想一般 那苍老的声音也随后在脑中响起 放心 我就是因为神魂受到了无法治愈的伤 才导致了最终殒灭 现在留下的 也只是我的传承 和部分精神信息而已 我的意识 早就随着我的死亡而消灭掉了 听到这里 左风虽然还是有些半信半疑 但多少还是稍稍放下心来 你既然已经得到了那受魂 也应该得到了其中的功法吧 那功法 其实是我多年参悟得出的 虽然若是从强体期来修炼 是最好不过 但你既然能开启 那石滚也必达然到了炼神之境 虽然修习次功法 无法达至最终圆满 但炼之后期 也应该有着不小的好处 听到这里 左风的心中 却无比地喜悦起来 因为他终于知道了自己脑海中的存在是什么 原来自己竟然在浑浑噩噩之中 拥有了所有舞者都梦寐以求的念力 这几乎是炼神七舞者的标志 随后他才想起老者的话 明白了原来自己竟然机缘巧合下 达到了老者口中炼此功法的最佳的要求 就是在强体期便已经开始修炼这寿魂功法 此功法 我命名为融魂功 这功法若是单纯修炼普通之极 但若是能够按我的要求 配以其他辅助 那么 也将会有着极为神妙的静静 神妙的静静 其他辅助 左风自言自语道 老者所说 他完全听不懂 那辅助就是我之前所提到的 神兽被击杀后 其精学所化作的兽文和兽精 能够拥有他们的辅助 当你达到功法大成之时 就可以开始尝试 将自己的神魂与兽魂相结合 若是能够成功 你不光可以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也将会完成我毕生的心愿 老者这段话说的铿锵有力 甚至因为激动有些声音颤抖 可以看出 他在说此话时 是发自内心的激动 这股激情 也无形中感染了左风 让他也忍不住 有了种意气风发之感 吸那兽文和兽精的具体方法 都在我的传承之中 你也不用心急 以后自然都会化作信息 流入你的脑中 我当年并未得到过受精 但我感觉吸那这些 最好还是由受文开始才稳妥 这传承之中 也有老夫当年关于炼药和炼气方面的心得和体会 也都一并送于你 只是不知你是否具有这方面的天赋 老者后面的话说得极为随意 可能与之前所说相比 这些东西对他就显得无足轻重 眼下左风对于那炼药和炼气方面 还要具备的天赋感到有些不解 但随着他日后在这方面的造诣不断提高 也渐渐对这位前辈今日之话理解更深 我寝殿之中的两部书都非凡品 只是那云浪掌 我也曾参详过一阵 虽然可肯定 这部书中所记载的修炼之法 并非狂语 但却一直不得其门禁 但那逆风行的功法 却是一门很有趣的身法武技 若是日后 你修至大成时自会有所体会 老者说完之后略微顿了顿 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又好像他的话已经说完 可就在左风准备收回念力之时 那苍老的声音却忽然再次响起 我那府邸之中的所有 也都一并赠送于你 除此之外 这石滚之中 还有这两件小玩意 一件是我在炼气方面比较满意的作品 名为求索 另外 一件是我在炼药之时 所炼制的一枚成品药丹 品质嘛 也就处在选品上级 名为灵灵丹 随后这老者就缓缓地介绍起了 这灵灵丹的特点 同时还有着此丹的炼制方法 之后又开始介绍起了那求索 同样也将其特点 还有炼制方法 一并到来 这些信息 不同于左风在书中学习那般 要花费时间和精力 将其磨记下来 老者的的话语 如同一段信息 传入左风的脑海里 随后就好似变作了他记忆中的一部分斑 只要不是记性太差 就不会轻易忘掉 灵灵丹 选品上阶药丹 左风通过老者的介绍后 终于也清楚了一件事 丹药以下的那些药粉 药散 药液 都是不分品 只有上中下三阶 只有丹药由低至高分为黄 玄 地 添四个品位 老者给自己的这颗灵灵丹 虽算不上是最顶级的丹药 但他在燕城之中那天供炼药行 可是连一个丹药都没见到 由此也可见丹药的稀少和珍贵程度 灵灵丹的服用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将其服下 然后慢慢地动用灵气来吸收即可 作用倒是很让左风易动 因为他可以不断给服用之人提供精纯的灵气 从而加快服用者的修炼速度 有了这梅灵灵丹 左风便可以提高修炼速度 只是让左风犹豫的是 自己是现在就服下此丹 还是等到以后修炼遇到瓶颈时 再行服用 从而尽快突破瓶颈 思考再三 左风还是狠狠一咬牙 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 立刻将其服下 毕竟这次返回燕城 还不知道有多少危险和困难等待着自己 所以他也想尽快提升实力 那样也给自己多增加一份筹码 下定了决心 左风便毫不客气 准备就在这山洞服用 此处极为隐秘 也恰好是作为服下丹药的极佳场所 万为一眼那碎裂的石滚处 一个精致的小玉盒 就在地面之上 轻轻将玉盒拖在掌心 一股温良之感 从玉盒之上散发出来 缓缓打开玉盒的盖子 扑鼻的幽香 顺着左风的鼻孔流入 左风的精神都几乎未知一阵 按捺下激动的情绪 轻轻地将其中一枚 龙眼大小的魂元丹药取了出来 丹药通体为暗黄色 微不可查的细小纹落 盘旋其上 左风毫不犹豫地 就将其吞服而下 他可是知道 用这样上好的玉盒保存的丹药 一旦暴露在空气之中 药效就开始了飞速流失 丹药带着玉盒内的丝丝凉意 滑入口中 在穿过喉咙之时 左风就感到了 那温凉 开始慢慢变得灼热起来 当丹药落入腹中之时 灼热之感加上庞大的灵气 就突然间向着四肢百骸 扩散开去 在这一刻 左风整个脸庞 都被这强大的能量 冲击地扭曲变形 此时他才知道 自己犯下了一个大错 他忘记了 这老者留下的丹药 是给一名达到炼神境的强者所准备 可连老者都没能想到 接受自己传承者 却是左风这位 尚还未达到脆精气的小舞者 庞大精纯的灵气 如同海啸一般 猛然间顺着左风的经脉 四处乱窜 这一刻的左风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此时的他 就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 随时都有轻浮的可能 他只有锦守灵台的一丝清明 左风自己很清楚 若是此时昏迷过去 那么必然将再无希望醒来 左风此时浑身颤抖 口鼻之间不断有着鲜血流逸出来 他却对此毫无办法 忽然 他想起了老者刚刚说起的熔魂功 这想法刚一冒出 左风立刻就开始 尝试用自己全身的灵气 去挤压推挤经脉内的灵气 到功法中的经脉当中去 自己此时的灵气量 和药丹中散发出来的那一丝灵气相比 都显得少得可怜 但尽管如此 左风依旧不顾一切地 继续强行驱使灵 弃按功法路径运转起来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左风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 此时他的衣衫都已经被汗水浸透 在其盘膝而坐的地面 也已经有了一大片的汗渍 就在左风尝试多变 也毫无效果 想要改用其他方法 化解这危机时 胸口处那变成黑色的兽魂 却开始产生变化 这兽魂好似嗅到了 欣慰的野兽一般 猛然发出一道强大的吸水之力 随后那些庞大的灵气 就被这犀利所带动 经由功法中的经脉 向兽魂汇聚而去 左风的身体 终于也停止了颤抖 脸上的神色 也渐渐缓和下来 刚刚他几乎 是在死亡线上打了一个转 若是再无法控制住这些灵气 他恐怕就必须选择将丹药吐出 然后自行散去修为 虽然那样做 左风只会重新变为一个废人 但至少可以保住他的小命 当然 那丹药也将会彻底的报废掉 左风也需要从头开始修炼 还好这一切都过去了 虽然那些灵气左风没有吸收到 但至少他现在 还仍然保有强体气大圆满的修为 时间缓缓过去 终于那些自丹药中散发 而出的灵气都被兽魂吸收一空 左风虽然感到有些可惜 但再好的机遇没有命 一切都是白大 正准备缓缓退出修炼的左风 就察觉到 兽魂在吸收完这些灵气后 开始缓满的向外 又散发出了一丝丝灵气 相比于原来的那些灵气 这些灵气就要细小和柔许多 同时 其内的能量也更加精纯一些 左风对这突然到来的惊喜 先是一愣 但随后就收敛起心神 再次进入修炼之中 受魂之中散发 而出的灵气 自动按照那套功法中的路径运行 最终汇聚向左风的那海之中 时间缓缓流逝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左风浑身上下 忽然传出阵阵灵气波荡 这波荡如气浪般 向四周扩散开 将地面上的沙石 推动得四处乱滚 当左风缓缓睁开眼来之时 无语伦比的兴奋之情 已经让他忘记了刚刚的闲死环神 左风喃喃地自语道 突破了 我进入了炼鼓气 五逆焚天 第九十八章 神奇纳经 左风保持着盘歇而坐的姿势 双拳猛然用力向前挥去 一股进风随拳而出 左风甚至能够感觉到 进风竟然浮散出很远 最后轻轻地撞在了洞穴最里面的山壁之上 这就是炼鼓气的实力 还真是强大 左风一脸兴奋地在心中想着 他却不知道 自己经过淬炼和排出杂志后的体质 远比一般出踏链鼓气的强者 强上了太多 此刻 他完全沉浸在突破修为的喜悦之中 这种强大带来的舒爽 只有身临其境 才能清楚感受到 目光转动间 左风将视线再次投向地上那堆石屑中 那其中还有着两对如枷锁般的铁环 微微一笑 左风已经想起 这就是老者之前所介绍到的囚锁 这囚锁 按那位宁肖前辈的介绍 是他炼制出来的小玩意 当初老者炼制出这东西 是为了让他弟子修炼所用 他最初也只是为了给弟子 炼制一对护臂而已 但后来突发奇想的 就将护臂稍加改动 制作成了如今囚锁的模样 这囚锁 看上去如同两对手镯 只是要比普通手镯宽厚了许多 完全是护臂的大小 他曾经为自己的徒弟锁链的 只有一对护臂 而眼前这套囚锁 却是两对 一对是佩戴在双手上 另一对自安 是佩戴在双脚之上 老者虽然将囚锁的制作方法 传递给了自己 但那其中的大部分材料 都是左风厅都未曾听闻过的 左风心中也感到极为好奇 佩戴上这样的怪东西 就能够提高修炼速度 这让他感到很不可思议 这囚锁 从外表看去 好像普通的乌钢打造 却比乌钢的颜色身上许多 在其上 还有这一些特别的纹络 左风也不知道 这些纹络 有什么意义在其中 还是单纯的只为了装饰 伸手轻轻抚摸了一下 其中一支囚锁 一碰到这囚锁就有着阵阵良意传递而来 这绝不仅仅是普通金属所能散发出的良意 表面明显是经过了打磨 但入手之后 还是能让左风感到有些粗糙 与外表不同的是 囚锁内靠近皮肤的位置 却很光滑细腻 左风下意识 就想拿到眼前仔细观看一番 可让左风震惊的是 他竟然没有能够将其拿起 左风不禁感到一阵诧异 这次换作双手发力 几乎用尽吃奶的力气 才将这一支囚锁勉强举起 呆呆地看着面前 这一支如大型手镯般的家伙 左风首先想到的是 仅仅就这样一支囚锁的重量 就超过了原本石滚的全部重量 这是如何能够实现的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左风有些诧异 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这就好似一个人扛着一个包裹走了很久 可打开包裹后 却发现自己竟拿不起包裹内的物品一般 这般匪夷所思的事情 如何能让左风不感到有些诧异 将求锁轻轻贴靠在自己手臂上 当左风的手臂完全放入其中后 忽然这求锁微微震战了一下 同时伴随了一声轻微的咔嚓声 这求锁竟然自扣在了一起 就将左风的手臂包裹在了其中 左风还在愣神之中 求锁就已经佩戴完毕 随后左风的脸色 就变得如同吃了苍蝇般难看 因为此时的他发现了一个悲催的事实 他不知道如何将这求锁取下来 这一下左风可着急了 这一只求锁的重量少说 也要有六七百斤 自己若是取不下来 难道以后就要带着这么一个怪家伙生活下去了 左风不禁被自己的这个猜测 吓出了一身冷汗 慌乱之下 左风不断地努力去摆弄这求锁 他不清楚是自己无意间碰触到了什么 还是上面原本就有着一个机关 他的左手掌下 靠近手腕位置猛地传来一阵刺痛 这疼痛相对之前左风受到的痛处来说 可几乎当作是被蚊子叮咬了一下 但左风急忙低头细细观察 对于这求锁 虽然也有了老者的介绍 但他却害怕 有什么机关或者是有毒的装置 略一检查 左风就发现刚刚刺痛的位置 一个极为细小的晶体 好似向前进了手掌之中 对于这突然出现的晶体 左风先是暗暗放下了点心 至少可以肯定 这东西应该是没有毒的 满心疑惑中的左风 用另一只手 在那晶体所在的手掌上 狠狠揉搓起来 可结果 自己却根本无法将其弄下来 正在左风心中不解之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 在左风头脑之中再次响起 虽然之前听到过老者的声音 但这样突兀想起 还是让他心惊了一下 毕竟老者已经半天没有开口 他以为那些信息 已经接收完毕了 小友 这内晶是我曾经之物 既然你已经得到 我的传承练魂 也顺便将这内晶交给你吧 也不知道 你身上是否还有此物 若是没有我就来给你 讲讲它的用处 当左风听到那晶两个字时 就一脸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这那晶他可是从未听闻过 但听老者刚刚说话的口气 这那晶显然也是极为神妙之物 老者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那晶是也是 我在游历之时偶然所得 因为极其稀少 所以也从未在外人面前显露过 这其中有着一些空间 可以存放物品 使用起来极为方便 你只要将念力送入其中 自然会明白 这其中 还有我给你留下的一些东西 左风听到这里 不禁有些疑惑 这那晶的功效 与自己听说过的楚经极为相似 但听老者这样说 好像有和楚经 又不似一种东西 这楚经在大陆之上 虽然比较稀少 但还是有一些超级势力 也是拥有的 但这那晶能够稀少到何程度 他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心中有些疑惑 但左风还是好奇地 将念力送入掌心中 随后他的意识 也紧跟着来到一处密闭的空间之中 他的意识 在这空间之中渐渐凝聚成了一道虚影 与意识外界的他几乎一模一样 这空间算不上明亮 但也并不昏暗 随便目测了一下 这里的空间 几乎与自己所见到的天宫炼气行 那间大屋子相差无几 左风很快就从震惊之中恢复过来 同时也为什么明白了 那老者说 这那晶极为稀少了 因为这那晶 与现在通常所见到的楚经不同 自己手中的这立那晶 绝对属于久远之前的稀有存在 虽然他自己也没有见识过楚经 但就传言所说 楚经内的空间 绝对不会如这那晶般庞大 左风望着不远处堆放的东西 不禁感到一阵欣喜 意识一动 就向那成堆的货物兴趣 可刚刚一动 就立刻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阻挡了回来 让措手不及的 左风也被撞得不轻 意识之外的身体 也不禁猛地一颤 随后两行鼻血就缓缓流下 意识的伤害 直接反映在了身体之上 念海之中的左风 下意识地揉了揉鼻子 但却丝毫没有起到 缓解疼痛的作用 有些懊恼地甩了甩头 再次小心地向着自己 刚刚所撞到的地方摸去 这一次 左风刻意留心观察了一下 在其面前 果然还存在一道透明屏障 在其意识凝炼出的手掌 触碰到这屏障之时 也随之 荡起一圈圈水波状的涟漪 但无论左风怎样用力 都无法将其破开 只能望着里面成堆的宝物空字叹息 随后 一道苍老的声音 在其脑海之中响起 也同时响彻在了 这片奇异的空间之中 我为你所留的物品 也算不得珍贵 但也全都是被世人 所追捧的存在 我设立的这屏障 到你修为和念力 达到要求之时 自然会轻松破开 但在那之前 我相信这里的东西取出来 对你有害无益 这老头还真是爱管闲事 你说 你都将这那金赠给我了 还要搞出这些稀奇古怪的屏障 这哪里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 这分明是在锻炼我的意志力吗 左风有些郁闷的 狠狠瞪了一眼那道屏障 又再次不舍地看了一眼 屏障后方的众多货物 这才恋恋不舍地 从这那金之中 将意识退了出来 这些求索的好处 左风还没发现 但却已经发现了 让他郁闷的特点 不敢再去仔细研究 左风按照老者所说的方法 将手掌上的那金 贴在一只求索上 脑海中的念力微微一动 就将眼前这只求索 收进了那金之中 随后他就微微一喜 将地上那剩余的两只求索 一并收进那金之中 但随后 他就郁闷地发现了一个事实 就是他左臂之上 那佩戴好的求索 既取不下来 又因为 手无法向后弯曲 也无法将其收入 进那金之中 靠 你是在玩我吧 难道我以后 就要带着这么重的家伙 生活了不成 左风实在忍耐不住 胸间的郁闷 不禁开始破口大骂了起来 发泄了一通之后 左风也无可奈何地 最后将那地上的小玉盒 收进那金之中 虽然左风看不出 这小玉盒 是由什么材质制作而成 但看其能存放选品丹药 使其药效得以保存 也定然不是反品 左风当然不会 将之随意丢弃掉 做完这些 左风再次狠狠 瞪了自己左臂上 那让他郁闷的大手镯 然后就转身 向着山洞之外行去 五逆焚天 第九十九章 返回燕城 就在左风准备 从洞口离开之时 忍不住再次回头 打亮了一眼 这隐秘的山洞 自己的一切 都好似由这里开始 若是没有这里的这石滚 若是没有那兽魂 恐怕此刻自己 早已经和左家村外的 那一处处寂寞的 坟包一样了 就算得意苟活于世 恐怕也将 随波逐流地度过余生 只是心中有些疑惑 那兽魂定然是 存放在了石滚之中 但为何 又能从其内自行离开 又恰巧在自己 被偷袭 冰死之时出现 又恰巧被自己所吸收 从而生还 若是没有这些恰巧 可能一切都不会是 今天这番局面 想到这里 左蜂的目光 猛然停顿在了 那一地石屑上 略微愁出了一阵 左蜂便走上前去 将满地的石屑 也同样收入到了 纳京之中 这才起身离开山洞 这些石屑左蜂 看不出来历 也不清楚 将其带走之后 还是否具备 再次利用的价值 但左蜂依然还是 谨慎地将其收取走 来到洞穴口 左蜂伸手抓住 那根自己编织的藤绳 就准备顺着其攀爬而下 可接下来的事情 让左蜂都有些措手不及 蹦 靠 扑通 一声脆响过后 那藤绳便应声而断 随后就是一个少年的 愤怒之声 再后来就是 重物入水的声音 当左蜂从水潭中 亮呛着冒出来头时 就猛地咳了起来 无数水珠从其口鼻之中喷出 稍微缓了几口气 就步履艰难地从水中爬出 可没走几步步履显出不稳 一头栽倒 虽然没有晕厥过去 但也已经再也无力爬起来了 刚刚左蜂准备从山洞口 顺着藤绳爬下 但却一时忘记了 这藤绳开始编制时 只为了承受 它不足百斤的重量 可眼下他的手臂上 带着的那个家伙 足有六七百斤 这粗质烂造的藤绳 哪里能够承受如此重量 所以 在左蜂刚一攀附在藤绳之上时 绳子就立刻断开 左蜂也立刻想起 手臂上那该死的球锁 心中不禁愤怒地抱了句粗口 自己却一头栽入下方的水潭中 也多亏了这水潭还算比较深 这才让左蜂没有被摔死当场 可没有被摔死 也并不表示没有危险 左蜂带着手臂上沉重的球锁 根本无法浮起来 指的就这样 带着他在水潭底 步行向前行走 也多亏了左蜂的体质 经过淬炼和改造 可即使如此 他也还是在快要走出水潭 时呛了几口水 结果就是 上面见到的那一幕 左蜂出水时 如换了哮喘的老人 不断地咳嗽着 将胸附件的水喷出 此时的他 仰躺在地面上 胸口剧烈地起伏 郁闷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若是取不掉这球锁 那么他以后 就彻底成为了汗鸭子 这样想着 左蜂不禁在心中 暗骂那叫宁销的老头 既然将其他都说明白了 怎么偏偏不告诉自己 如何将这球锁取下来 不断地喘息着 左蜂在地上 足足缓了半个时辰 这才缓缓 从地上爬了起来 看着身侧 因球锁出现的一个小坑 不禁露出一丝自嘲的苦笑 艰难地站起身来 左蜂迈着小步 向树林中行去 在他走过之后 地面上留下了 一双双清晰的足迹 而且 左边的足印 明显要比右边身上几分 左蜂拖着沉重的步伐 来到之前藏匿物品的地方 然后将那三个大包裹 一股脑地丢入了那京之中 这三个大包裹 左蜂本来还嫌他们太过沉重 但现在那些包裹 已经对他来说 不算是什么事了 左蜂有些懊恼地摇了摇头 只能咬着牙 忍受着这可怕的重量继续前行 目的地当然是那久别了的艳成 烈日当空 一道瘦小的身影 步履略显艰难地 在林中穿行 时而停下脚步 失去鹅角的汗水 靠着一棵大树微微喘息 目光有意无意间 望向被包裹住的左臂处 这少年 正是一路风尘仆仆 向艳成赶去的左蜂 赶路到晌午时分 左蜂感觉有点实在吃不消了 就找了出阴凉位置 坐下来休息一下 一阵微风吹过 让左蜂感到 有种久别的舒爽之感 好似自己又回到了 那一年颓废时期 脸上不禁露出一丝苦笑 经过昨晚半宿 加上一上午的赶路 他无奈地发觉自己 还未走完一半的路程 坐在地上的左蜂 情不自禁地 将缠绕在左臂上的衣衫取下 这几乎是他每次停下来 都会做的事情 他要再次尝试 将这可恶的 求索取下来 差不多将自己 所有能够想到的办法 都尝试了一遍 开始他用石头砸 后来用短刃劈砍 用全部力量去扭掰 也在这求索的所有位置 又按又摸 但结果却依然无法将其打开 他发觉这求索 甚至比那石滚还要坚韧许多 现在他也终于明白了 为何这东西叫求索 原来这求的意思 真的就是 要将佩戴者给求尽住 他也在心中不禁暗骂 那叫凝消的老者变态 竟然突发奇想 给自己的徒弟 设计出了这么一套怪家伙 这哪里有助于修行 这根本就是在耍人玩的 但连左蜂也没有发觉到 自从他佩戴了这求索后 虽然开始时还极为不变 但随着他的赶路 也越来越能适应这可怕的重量 赶路的速度也在一点点的加快 其实 左蜂的身体经过最开始的雷霆断体 还有后来的兽魂能量改造 他的身体早已经和普通人 有着巨大差别 若是普通舞者 即使是翠金七舞者 佩戴上一只求索 恐怕也会慢慢地将身体练废掉 但凝消的初衷 也就是为练神七的舞者所准备的 自然对左蜂来说 也会有许多不适应 可连宁霄本人都没想到 自己制作出的这东西 竟然能够让一名刚刚踏入练谷器的舞者佩戴 这也是左蜂此时能够佩戴的极限 若是他哪怕再加一只求索 不要说想要移动 就是正常战力 也必然会损伤到其身体 左蜂摆弄了一会儿后 也就不再研究 而是斜靠在一棵大树上 闭目胡乱思索起来 眼下他已经有了一颗纳金 若是现在去那山贼巢穴 恐怕能够将其搬空都说不定 但转念一想 又觉得自己这想法 有点太过一想天开 因为那金钟的空间虽然巨大 但能够被他所利用的 也就前后左右一丈多宽 就算想要再多装东西 也是没法破开那道无形屏障 那么一点点空间 左蜂相信 就是山贼那三间十世 其中一间的东西 全部收走都无法办到 更何况 这里距离那山贼巢穴太过远 以他现在的状况 若是走去收好东西 再返回燕城 怕十天八天都是网少了说 左蜂将这个刚刚冒头的想法 强压了下去 虽然那地下三间密室内的东西 他也很想全部带走 但他也还是明白 不能被贪婪蒙蔽心智的道理 现在所有事情都要往后靠 回去燕城 才是此刻的当务之急 休息了一段 左蜂抬头看了一下天色 就从怀内取出干粮 快速吃了起来 这些干粮 都是离开左家村时 从废墟之中翻出的 包括他身上的衣服 也不知道原来的主人是谁 但现在的他 只要能有衣服遮体 就算好事一件了 吃完干粮 左蜂又稍微休息了一会 就再次艰难地爬起身来 继续赶路 直到第二天 天色微明之时 左蜂那瘦削的身材 也终于出现在了燕城的东门之外 此刻城门外 有着不少的人在外面排队 都是一些商人打扮的模样 偶尔其中 还有着一个半个 好似舞者模样的人 站在其中 此刻 左蜂走路 虽然依旧有些费力 但从外表 也基本看不出什么不自然了 而且现在左蜂走过之后 地面上也不会再如当初那般 留下一行骇人的脚印 这些也都是他这两晚一天的赶路 慢慢摸索出来的窍门 太阳还未路头 巨大的城门便在一阵阵刺耳声中 缓缓打了开来 两队假咒鲜明的士兵 排列得极为整齐 由城门内小跑着出来 然后分裂两旁站好 随后 一名士兵从城门内 搬出一张桌子 摆在城门口的位置 大家也都是熟门熟路 左蜂站在队伍之中 缓缓向着城门处走去 那些走进桌子的人地上前臂 然后得到一块身份牌 喜悦地向城内走去 左蜂一边夹杂在人群中 缓慢地向前移动 一边留意观察着周围的士兵 他发觉 上次他们一群人进城时的那名歪嘴 并不在其中 也不知道是否被调离此处 或者只是 他今天并不当值 正在左蜂疑惑的时候 在其身后 一阵阵整齐的马蹄声响起 马队的行进速度极快 只是几个呼吸 就已经来到城门进前 守城士兵只是远远地望了一眼 就立刻大惊地驱赶着城门前的众人 同时在口中大喊道 是东郡的人马 快让开 不然猜死你们可没人管 左蜂眉头微皱地盯着这一对骑兵 他们人人都身穿银色铠甲 身后统一地披着浅绿色的大肠 远远望去气势惊人 煞势好看 左蜂一边不住跟着人群后退 一边看着飞速而来的这群人 忽然 他的目光停留在了一名身材魁伟的骑手身上 这人看其装束 也与其他人差不多 只是在他的脸上有着一张银色面具 在看到这魁伟身形的一瞬间 左蜂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生气 可一时却完全想不起来 在那里曾见过 五逆坟天 第一 白 张 城主 安雄 左蜂一脸疑惑地望着那身材魁伟的骑手 他可以肯定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东郡 也没有什么自己认识的人在东郡 更别说是这样 在东郡明显身份不低者 可眼前这属于东郡的士兵 自己却感到极为眼熟 可还未来得及仔细辨认 骑兵队伍已经快若急风般地从左蜂眼前持过 即使在城门这里拥挤了如此多的人 他们也未曾有丝毫解慢速度 很快 这场城门前的小插曲便已经过去 左蜂也再次带着满心的疑惑加入到人流之中 时间不大 他便已经来到城门口的桌子前 当他报出自己的名字后 那负责记录的士兵有些疑惑地上下打量其左蜂 同时开口问道 左蜂是那位左家村的左蜂吗 左蜂也被弄得摸不着头脑 于是赶忙回答道 我叫左蜂也确实是来自于左家村 那士兵立刻一脸惊喜地说道 那就太好了 城主大人有令 要你回城后就立刻去见他 听了他的话 左蜂隐隐猜出了一些什么 虽然疑惑城主为何会提前出关 但对方既然要见自己 自己又何尝不想见见这位城主大人 所以当即回答道 好的 我回家一趟 就立刻去城主府拜见城主大人 听左蜂这样说 那名士兵面露为难之色地说道 城主大人说了 是请你回城后立刻去见他 所以还请你立刻就跟我们去一趟吧 左蜂对于这样的要求 明显感到一丝不爽 当看到那士兵一脸为难之情后 这才勉强地点了点头 之前听沈蜂说父亲受伤 他也很想尽快回家去看看 不过现在就去城主府 也可顺便去看看 自己的妹妹到底伤得如何 所以在犹豫了一下后 就答应了下来 见左蜂点头同意 那士兵立刻脸上浮现出喜悦之情 然后就向着身后 两名士兵打出手势 随后 左蜂就在两名士兵的陪同之下 向着城主府的方向行去 两名士兵在走出一段后 就有些尴尬地不断向左蜂望来 这目光左蜂也能感受到 但他也没办法 手臂上有那六七百斤的大家伙 让他如何能走得快 两名士兵之前明显有过授意 不可为难左蜂 所以虽然有交集之色 但也并未多说其他 本来一刻钟的路程 左蜂三人足足用了半个多时辰 才终于到达 当守门人听说来的这位少年 就是左蜂时 面上立刻显露出了喜色 客气地将左蜂请进了府内 这里左蜂也并非是首次前来 那将左蜂请进府的 是一位管家打扮的中年人 中年人面带笑容地跟左蜂交代着 说城主大人正在会见一些重要的客人 只能委屈左蜂到偏厅稍作用茶 左蜂轻轻点头 但他已经大概猜出了 城主正在见的重要客人 多半和自己在城门见到的那一对骑兵有关 左蜂的心中记挂着天天 于是就问起了天书在何处 可答案是 天书也跟城主在一起会客 之后又问到安雅 可安雅也竟然和城主大人一起在会客 这让左蜂只能一脸的无奈安心等待 看来怎样都要先见过城主之后 才能见到妹子了 之后的半个时辰 左蜂就在偏厅里焦急地等待 直到那管家模样的中年人前来呼唤他 左蜂这才去到正厅 虽然他也来过城主府 但这正厅却是他首次前来 由他所在的偏厅 只是转了几转就来到了正厅处 放眼向里面望去 左蜂不禁感到有些扎舌 这大厅虽然算不得富力堂皇 可内中竟然有十丈左右 长六丈多宽 目光一动 左蜂就看到大厅中央摆放了一张巨大的兽皮 兽皮完好如初地保存了下来 此时还做着张牙大吼之状 左蜂一眼就看出了 这兽皮的来路 竟然是一只成年的豹熊 这豹熊也算是天平山外围 仅次于蛮兽的一种存在 没想到竟然被装饰在了这里 哈哈 左蜂小友竟然对这兽皮很感兴趣 这只豹熊是我十八岁时在林子里独自赤手空拳击杀掉的 就是因此后来的人私下也叫我豹熊 正在左蜂呆望着地上的兽皮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在屋内响起 左蜂顺着声音望去 只见大厅当中一名中年男子端坐在旗上 而在他身侧一脸慈祥的天书正微笑地望着自己 而在大厅旁的一张椅子处 一道优美的身影正端起茶杯 用余光望着自己 正是那安雅大小间 左蜂不好继续站在门口 急忙走到大厅之中 微微欠身失礼 说道 左家村 左蜂 见过城主大人 呵呵 不必多礼 你的事 我也都听天书提到过 还是我这丫头不懂事 让你之前受了些伤 我就在这里 替他跟你赔个不是 安雄爽朗地大笑一声 微笑地对着面前的左蜂说道 还未等左蜂开口 一旁的安雅 却抢先说道 哼 谁用你来替我道歉 明明是这个家伙既不如人 为何还非要怪到我的头上来 左蜂听到安雅这样说 面上不禁露出一丝苦笑 但也没有多说其他 安雄装出有些不悦的样子 瞪了一眼安雅 说道 你这丫头 平日里不知道刻苦修炼 就知道 给我惹是生非 你就别在这里 给我添乱了 赶快下去吧 我要和左蜂小友好好聊聊 安雅对于安雄 这种假装发怒 好像早戏以为常 用余光瞪了左蜂一眼 然后就站起身来 大咧咧地向外走去 嘴上却丝毫不饶人地说道 妾 谁愿意来这里了 还不是你硬要我过来的 安雄对于女儿的话 只是略移皱眉 然后就脸露微笑地 看向大厅当中的左蜂 说道 来来 咱们之间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千万别同我客气 快请坐 说完后 又回头看了眼身侧的天书说道 天老 这里也没有外人 你也不用站在这里了 坐下讲话吧 天书微微点头 也不和城主客气 就到安雅刚刚所坐的位置 坐了下来 此时大厅之中就只剩下三个人 安雄端坐在正中 天书和左蜂 分别在他对面的两侧坐下 左蜂极为小心地坐了下来 但还是免不了 让椅子发出了一声嘎吱之响 天书和安雄 都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那左蜂 随后安雄还半开玩笑地说道 没看出 左蜂小兄弟这么瘦弱 竟然还这么有分量 左蜂脸上微微一红 心中却不禁想到 若不是我现在将重量都集中在脚上 你这椅子恐怕就会当场碎裂开来 安雄好似大有深意地望了左蜂一眼 然后就轻笑着一声说道 小兄弟的功法还真是特殊 我竟然无法看出你的修为来 听安雄这样说 天书也是微微一愣 然用惊诧的目光向着左蜂望来 他也是经安雄的提醒 才发现 这次左蜂回来后 竟然连他自己也看不出这少年的修为深浅 左蜂心里微微一惊 但脸上的神色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同时 他的心中已经有所猜测 自己现在竟然能够隐藏修为 那么 若不是自己的功法 进阶到炼谷气候的特效 就是自己手上这该死的求索 拥有此特殊能力 之前他就猜测 这天书恐怕都有炼气气的实力 这城主想来修为 也不会比天书低 那样看来自己现在的修为 至少是能让安雄这水平的舞者无法发现 不敢多想 左蜂立刻回答道 晚辈这次离去 有了一些奇遇 所以现在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炼谷七一级 左蜂的话音刚刚落下 那安雄倒还算好点 只是身子微微挺直了一些 那天书就明显有些坐不住了 张口结舌地说道 才不到十天而已吧 你竟然就从强体七八级提高到了炼谷七一级 天书说完之后 也发觉了自己刚刚有些失态 于是干咳了几声 又重新做会以内 他的这番失态 安雄却是没有多说其他 毕竟左蜂这番进步 也实在是太过惊人了一些 左蜂略微思考了一番 就将早已准备好的说辞和盘托出 他含糊地讲出 自己在林中偶然被幻生前辈救下 而其中的一些内情 幻生前辈不允许晚辈对外人讲之类的话 这样就一下都将所有奇遇都推倒了幻生身上去 他倒是不担心 安雄遇到幻生后会揭破自己的谎言 毕竟听沈爹的口气 他和师父恐怕是不打算再来艳成了 就算以后安雄有机会在艳成以外遇到那幻生前辈 左蜂也不信安雄赶向那位前辈问起这等事情 你遇到了幻生前辈 安雄有些诧异地问道 左蜂也知道那幻生在艳成中逗留过几天 想来和这安雄也可能见过面 于是就将自己好友拜在幻生门下 他们二人离去时 恰巧遇到自己被情之事也大概讲了出来 安雄听完之后不仅长叹了一口气 有些失落地说道 幻生前辈竟然已经离开 既然是他老人家出手 那么你修为有这等奇迹般的提高 也属正常 随后顿了顿继续道 你很幸运 你那位朋友同样很幸运 左蜂听出了安雄说话之时 带着一丝酸意 却怎么都不会猜想到 他是在为自己的女儿感到嫉妒 若是自己的女儿 能有幸败入那位前辈的门下 哪怕是如左蜂这般 被其出手提高几分修为 也是好的 左蜂倒是并不知晓其中的隐情 其实他也不算完全胡说 毕竟他那日在东山之上 便是这幻生出手 让自己连续提高了两个级别 对这幻生出手提高了两个级别的 一切都会让自己的女儿感到 然后再次做一半 就像这一样的一样的 一切都会让自己的女儿感到 那一切都会让自己的女儿感到 一切都会让自己的女儿感到 不知晓其中的女儿感到